等离子正在迅速地成为全世界首选的切割技术 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海别德革命性地改进了等离子的性能 使之成为当今全球激烈竞争环境中 更为经济有效的选择 如果你希望提高效应 不妨把新一代等离子与火焰切割仔细比较一下 等离子具有胜过火焰切割的一系列优势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更快地切割速度 无需预热 优异的切割质量 避免了昂贵的二次加工和材料浪费 具有在广阔的厚度范围内 切割碳钢、不锈钢和铝材的灵活性 再加上低廉的运行成本 上述所有优势的组合 使每班加工的零件更多 而且每个零件的成本更低 为了演示切割速度的影响 某钢铁加工中心的操作工 将一块16毫米的碳钢板 安放在一台火焰切割机上 另一位操作工将同样尺寸的钢板 安放在海别德高性能HPR-260等离子切割机上 两台机器设置成切割同样的零件 20秒后海别德等离子已完成了7个孔中的4个 而火焰机由于穿孔的时间长 还在切割第一个孔 到了40秒 海别德等离子已完成了全部7个孔 开始进行外圆切割 1分15秒 海别德等离子完成了切割任务 火焰机却花了8分17秒 才完成同样的切割任务 耗时将近7倍 这还未计入火焰机在开始穿孔前所需的预热时间 计时与多割据火焰机相比 单割据等离子机的切割量也要高得多 由这张图表可见 当切割12毫米碳钢时 单割据火焰切割机 每小时可切割30米 采用三割据火焰切割机 每小时切割91米 而一台HPR-260等离子机 每小时的切割量可达231米 对于更厚材料的切割 等离子的切割量同样胜过火焰切割 与火焰相比 采用等离子将为你节省大量费用 因为它切割速度特别快 用火焰一小时可以切割20件 而用等离子可切割200件 可见等离子更快更干净 且保养工作量更小 海别德的简化用户端口 快速设置和快速分离割据 都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使用等离子机只需拧几个气阀 检查一下压力 五分钟就能完成调试 火焰切割会在弓箭上 留下大量的溶渣 需要另请工人把它们清除 等离子切割的弓箭非常干净 几乎没有挂扎 不再需要二次加工 火焰切割件的上下表面都很粗糙 需要打磨和除渣 等离子切割表面洁净 可立即使用 火焰切割会产生很大的热影响区 引起材料的结构变化和脆化 与之相反 等离子切割的热影响区非常小 等离子在切割薄板时 优势更为明显 正如你看到的这块6毫米钢板 用火焰切割 同样的6毫米钢板 在热影响下很快就变形了 等离子的割缝极窄 因此可用于精密特征的切割 窄小的割缝使得每张钢板可切割更多的零件 从而降低了材料成本和减少了浪费 与火焰不同 等离子非常适于切割不锈钢和铝材 这为你提供了扩展业务和适应当今激烈竞争市场上需求迅速变化的机会 我们为大型拖车 推土机和发电厂切割零件 可以很快地从这种金属调整到那种金属 易损件的更换很快 只要几分钟 切割速度明显增加 无需预热 优异的切割质量避免了二次加工和材料浪费 热影响趋小 以及可以切割不同材质 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的灵活性 所有这些优势都导致了零件加工成本大幅降低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1968年以来 海别德已成为本行业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的领袖 为各行各业提供了范围广阔的众多产品 结合世界水平的管理和生产方式 每件海别德产品都达到了质量和可靠性的最高水平 再加上服务全球销售网络的技术支持和客户服务系统 你可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获得所需的备件和服务 技术创新 世界级的质量 完美的客户服务 这就是大多数切割床选用海别德的原因 如果你希望提高生产效益和增加经济效益 现在是考虑采用海别德等离子切割技术的时候了 4月闷需要路才 Budi 3月11岁 拥季派 5月10月11日 分 insects